Row跟Column是自己手動用產生的 當然變成紙還是有點像是一半的地方是土法煉鋼的 所以如果今天需要把這個Row跟Column裡面自動幫助產生什麼? 總共四個1,然後四個2,一直類類,總共八個人,那就四個8 那第一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所以當然這邊的話,我們就把這邊先刪掉,刪除掉 那如果要產生的話,有什麼方式? 但第一個你可以想到說,好像在那個之前有教過 我們在什麼,檢視與參照裡面有一個函數叫Row Row這個函數的話呢,就是去抓到你目前,按確定好了 目前所在的列,那如果往下拉的話呢 它變成說自動會加1號有沒有,這個是你現在在哪一列? 可是問題我現在不是要這樣,我現在要怎麼樣? 我現在要產生一個規則,如果向下拉的時候 它變成4個1,那其實有個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怎麼樣? 我想到一個簡單的公式 第一個,因為它現在 所在的列在第二列 那我就先把它所在的列,列數減掉 先減掉2,因為它現在在第二列 那打勾之後它當然是0 如果0除以多少呢?假設因為每4個都一樣,所以我就可以說,除以4 因為如果0,假設除以4的話呢,那得到多少? 0除以4還是0嗎?對不對? 來看看 那為什麼會是1.5? 主要原因是 這個公式裡面呢,如果你要先減之後再除的話,那記得要先做一件事 這以前 小學數學裡面有提到,有沒有 一定是先什麼?乘除後加減 所以如果你要先減再除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先給它刮糊 意思說,先幫我減完之後再除 那你把它打勾,減完這0嘛 向下拉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變多少 除以4這邊變0 這邊變0.25 這邊0.5 0.75 OK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把那個後面的那個小數點全部去掉的話 那不就變4個0 4個1 那底下應該就4個2吧 我看一下 假設我們把那個小數點去掉的話 那不就它有個固定規則 所以 如果我要讓它小數點去掉的話 我記得我前面有講過一個函數 叫INT 有沒有 INT的話就無條件捨去掉小數點 所以我把INT再把它包在外面 打個勾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它的小數點就無條件捨去了 有沒有 這邊4個0 4個1 4個2 很接近了吧 但問題來了 可是 老師我希望呢 那個列是從1開始 不是從0開始 怎麼辦 很簡單吧 如果從1開始的話 你就把它 0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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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1 1加1 不就1 1加1 1加1 1 1 對 其實這個打個勾 如果從0開始 按下 2加1 所以我們總共需要到8的話 如果要到4個8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為總共8個人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剛剛公式第 1步是 肉 瓜糊-2 再除以4之後的話,外面包括RNT,再把它加1 就會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4個1,4個2,一直到4個8 好,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的話,我們需要1234 剛剛是用複製的,複製複製 如果說假設我不要用複製的話 那這個地方又該怎麼做 其實順便把它清除掉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那其實要從什麼地方去思考 首先的話一樣,我們先插入剛剛用過的RAO函數 RAO按確定,這邊的話,向下拉 要1234,可是它出來是2345 每一次都要循環 所以當然有幾個方法,假設你把它減1的話 減1向下拉的話,那就1234 可是問題下面會不會是1234 不會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 在下面,不要讓它一直往下增加的方法 那當然我想出一個方法 這個就是自己去推敲的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都沒關係 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模一樣的公式 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到一招 什麼招呢 就是說呢 在Excel裡面有一個函數叫MOD 在哪裡? 數學裡面有一個叫MOD MOD不是中華電信的MOD 跟那沒關係 只是說名稱是一樣的 MOD MOD 如果你以前有學過程式的話 應該會知道這個MOD MOD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數 它就是抓什麼? 除多少的余數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MOD 他說哪個數字 比如說1 假設除以多少? 除以4的余數是多少? 余1 OK 那如果2除以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有 除以4之後余1 那如果0除以4等於多少? 還是0 那如果4除以4的余數是多少? 這還是0 1除以4就怎樣? 4除以1 1除以4啊 因為除完之後沒有 沒有是剩1 對不對 OK 那5除以4多少? 余多少? 5不是4 余1嗎? 有沒有 所以這個MOD 是求余數的意思 那你想說這個余數 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 用在這個邏輯上面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的邏輯一樣 先把Raw-2 為什麼-2呢? 還是像剛剛一樣 0 1 2 3 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到7 可是問題要怎麼把它變成1234 第二步的話 你把這個Raw-2 減下來 插入到那個MOD MOD 最近使用過 MOD裡面 然後把剛剛的Raw-2公式放這裡 除以多少? 除以4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拉一下看看 有沒有發現 0 1 2 3 0 0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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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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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產生是重複1 2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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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原來是0,減完之後0 那0除以4還是與0,所以原來是0,1,2,3 那我為了讓它變成1,2,3,4的話 就後面再加上1就可以了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當然也不是說只能有一個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想想看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 當然不用想太複雜 你們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練習作業裡面跟我講一下 那我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有更簡單的話 那如果做完之後 當然如果這兩欄已經有了 那這個就OK了 這個其實就是index 我只要指向什麼 第一個範圍在哪裡 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剛剛第二到曲9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的raw就是參照它 藍的話就參照它 按確定就可以 那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 底下的部分就全部做完了 有沒有 它就幫我把原來的資料 從4個欄位又合併回什麼 一個欄位了 4變成1又回來了 本來是1啦 1變成4的 然後1又變回4 OK 類似像這樣的 那主要我們是利用呢 這個 增加兩個欄位 至於這兩個欄位的公式 假如你記不太起來 雲端上 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放 所以你可以拿那個參考一下 最後做出 最後當然你可以再把這兩個欄位 如果你覺得這矮眼 你可以按右鍵 選舉它之後 右鍵 把它怎麼樣 把它隱藏就好了 這樣就看不出來了 不過其實這樣啦 最好啦 你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乾脆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的公式啊 帶到這邊比較好了 這邊的公式帶到這邊就好了 只是公式會非常複雜 OK 所以今天時間可能沒那麼多 那你們就先試試看 把剛剛講的部分呢 試著完成 然後我又把那個這個剛剛的公式 放在第七頁 所以你在325底下 那分兩階段吧 先產生RAW 公式在這裡 剛剛寫的 再產生COLUM 就是這個公式 那你如果要一次完成的話 假設你不要這個分兩階段的話 那你其實就一次完成 是最好的啦 所以等於是說這個公式 就是把COLUM跟RAW的東西 把它全部加在這裡 打個勾 向下填滿 甚至這兩欄都不用了 這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不影響 不過這個我想 要量力而為吧 因為這兩個公式已經算有點複雜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練習作業 就是把剛剛講的325部分 再由原來的四欄 再變回 再變回 這個一欄 合併回單欄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如果做完之後 就繳交這個作業 我們今天的練習部分就完成了 那記得喔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到的話 請就是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就牽個到吧